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埃塞俄比亚的访问后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 乘坐的飞机 周五夜间抵达肯尼亚首都内罗毕 肯尼亚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新欧埃 肯尼亚交通部长莫尔科门 中国驻肯尼亚大使周平健到机场迎接 22号肯尼亚总统威廉·萨默伊·鲁托 将会见王毅一行 黄黄卫视张鹤阿牙肯尼亚内罗毕报道 香港善德基金会 面向香港中学生举办的第六届 北京南京航天科技考察团 22号启动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在事项致辞当中 鼓励有志在航天科技范畴发展的学生 装备自己 日后为国家航天工程事业出一份力 善德关爱科研青年发展计划下的 第六届北京南京航天科技考察团启动 李22号在香港举行 据介绍本次考察团为疫情三年后首次复办 将安排入选参团的香港中学生参观国家航天科研机构 了解维护国家安全重要性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事项致辞中表示 香港正全力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并着力壮大香港的科创人才库 希望为国家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国家去年首次在香港特区选择在何专家 让香港科研专才有机会参与国家再任航天工程 各位同学 如果你们有志在航天科技范畴发展 就更要好好装备自己 日后为国家的航天工程事业出一份力 这次入选的130名香港中学生将会从本月的30号起 坐飞机前往北京和南京 探访中科院等国家顶级科研机构 开启为期8天的航天科技考察 香港理工大学深空探测中心主任容启亮 在启动离后的讲座中提到 香港正在越来越紧密地参与到国家载人航天事业当中 他还分享在探月工程及火星探测等航天项目中的经验 令现场学生对考察行程更加期待 从1970年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 到2023年神舟16号成功升空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实现跨越式发展 多名助理嘉宾勉励学生借这次机会 了解国家科研成果将所见所闻带回香港 讲好中国及香港故事 凤凰卫视张又人香港报道 访台大陆师生团22号与马英九基金会 大九学堂的学生们举行座谈交流 大陆学生受访时表示 这几天的行程感受台湾的民众非常友善 风景和小吃令人难忘 而台湾方面的学生则是表示 两岸同文同种 双方交流融洽 期盼未来两岸能够复长往来 陆生团在台湾的旅程倒数计时 22号再次和马英九基金会 大九学堂的青年学生们举行座谈 分享这几天的心得 归中抽空接受媒体访问 路上们的脸上笑意满满 我感动的是我们台湾的同胞 对我们的欢迎和热情 那包括我们昨天在太鲁阁的时候 走在路上 很多朋友和很多人都跟我们打招呼 说欢迎我们来台湾 我觉得特别开心 特别感动 就是我们两岸的同胞想交流 要交流的心情是浑然天成的 我来的时候行李是只有一个箱子 然后现在已经多了一个大箱子 已经装不下了 又买了一个新的行李箱 然后因为来到这里 每一站都会收到很多的伴手礼 有包括凤梨酥 还有风潮糕等等 然后昨天在九份有被请吃 这个赖阿婆一个育员 对然后觉得非常正宗 也很Q弹 大家都有好好的品尝 然后都吃得很干净 感觉老板都非常欣慰 陆生团在台交流期间 看了台湾山水 吃了台湾小吃 留下满满回忆 而台湾学生同样觉得 这一次的交流民族珍贵 我觉得两岸年轻人 其实我们本来就是同文同种 所以说交流起来 已经相较于其他一般的朋友 都来得更容易 有更进一步的交流 那我们交流当然就是想要 求同存益 可以互相了解彼此 一样的共通话题 也可以了解彼此不一样的地方 就可以越来越趋近于一个 可以一起相容 一起相处的一个很好的模式 其实陆生访台绿营 不是没有发出杂音 但蚂蚓九基金会执行长 萧续曾不客气地说 绿营部分政治人物 反对两岸青年交流的言论 是在侮辱台湾人的智商 更会让台湾人看不起 陆生访台团 九天八夜的行程 已经进入尾声 明天他们即将搭机返回大陆 二回过这几天的行程 无论是陆生 还是在旅途上 可他们接触过的 台湾学生跟民众 都对彼此的印象极好 相处融洽 这也再次证明 两岸的距离真的不远 以上是富翁卫视记者 黄炸腾 柯志强在台北的报道 成都第三十一届世界大学生 夏季运动会运动员村 22号正式开村 此前一天 首批来自五个国家 大运会代表团的 六十余名成员 也顺利抵达成都天赋国际机场 准备开启一场难忘的大运之旅 上午十点 大运会运动员村 举行了开村仪式 即中国大学生体育代表团 欢迎仪式 仪式上首先升起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企 随后升起了国际大体联会企 中国大体协会企 和成都大运会组委会会企 以及中国代表团企致 中国代表团跆拳道 武术 柔道等 十三个项目代表队 以及团部部分成员 三百多人 已顺利入住 大运村围绕石柱形 赛购鱼等方面 为各代表队提供 世界各地不同风味的美食 配备自动驾驶巴士 新一代人工智能翻译等科技设施 与此同时 大运村内也将开展各类文化活动 包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体验活动 汉语乔中文学习互动体验活动等 促进各代表团青年朋友们交流互建 21号 来自美国 巴西 法国 阿根廷 南非五个国家大运会代表团的 六十余名成员 从官方出入境口岸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顺利入境 其中包括四十余名运动员 这也是天府国际机场迎来的首批入境国外运动员 他们将参加篮球 乒乓球 跆拳道等赛事的角逐 除官方出入境口岸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外 还有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乌鲁木齐五座城市的七个机场 作为一般出入境口岸 各口岸均统一设置大运会海关专用通道和专用窗口 为进出境人员 物资 办理海关手续提供便利 而在21号晚 单约会开幕式举行了第三次全要素彩排 本次彩排在前两次彩排的基础上 进一步对各工种进行磨合 优化各环节的相互衔接 也进一步对开幕式全过程的安全可靠性进行检验 开幕式的总体时长严格控制在100分钟以内 开幕式文艺表演《青春追梦》由三个段落组成 着重从情感和精神层面展现青年人的良好风貌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 中国空间站空间科学与应用项目申报系统 目前正式开通至8月10号16点截止 而正在空间站执行任务的中国首位载荷专家 桂海潮发来邀请 承邀科技界的同仁一起到天宫做实验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中国空间站 中国人自己建造的国家太空实验室 想不想和我们一起天地协同做实验 空间科学的春天已经来临 我们在天宫得你加入 一起携手探索未知 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为促进中国空间科学 空间应用空间技术全面发展 中国在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日前发布空间站应用与发展工程 空间科学与应用项目指南 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空间科学与应用项目 此次征集涵盖空间科学与人体研究 微重力物理科学 空间天文和地球科学 空间新技术与应用四大领域 各领域下设若干主题和方向 项目指南及申报方式和要求 相见中国在人航天工程网 空间站作为中国覆盖空间科学 相关学科领域最全 载轨支撑能力最强 且兼备有人参与和上下询运输 等独特优势的国家太空实验室 载轨部署了国际一流的 科学研究与技术试验设施 具备大规模开展空间科学研究的能力 舱内配备的科学实验柜 技术试验柜和支持系统 层外配备的暴露实验平台 标准载荷接口及大型载荷挂点 可支持开展众多领域的科学研究 技术试验与应用 此外 中国在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还将持续利用天洲货云飞船 面向全社会提供搭载 科学试实验的机会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商业运载火箭 古神星一号 遥六运载火箭 22号成功执行一进双星任务 将两颗商业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 当天下午1点07分 古神星一号遥六运载火箭 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升空 将两颗商业卫星 乾坤一号卫星和新时代十六卫星 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至此 古神星一号运载火箭 已成功执行六次发射任务 作为一型批量化生产的商业运载火箭 古神星一号正式进入 快响应高密度的规模化发射阶段 按计划 未来数月 古神星一号将执行五次任务 发射超过40颗卫星 此次任务中搭载的乾坤一号卫星 是中国首颗超低轨道技术试验卫星 将填补中国超低轨道空间技术 应用领域的空白 另一颗高光谱卫星 新时代十六则运行于 距地500公里的近地轨道 携带高光谱相机 可识别物质的光谱特征 直接探测其具体成分 识别视觉无法区分的物质 获取丰富细节 将应用于矿产探查 水资源管理 污染监测等领域 新时代十六并搭载区块链负荷 具备载轨视频可视化波路 摇杆数据存证确权等功能 可服务于摇杆数据共享 数据资产确权 金融余政服务等行业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 天同在香港 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